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刚刚讨论完国内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讨论到亚洲的局势了 尤其是临近台湾的日本 最近动作好像很多 而且似乎开始在站队美国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大家讨论度很高的国际局势 就是G7峰会 那么这一回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也去参加了 但是现在在G7峰会的时候 他们就提到了全球基建计划 但是这基建计划其实蛮多钱的 大概有6000亿的美金 但是岸田文雄说要极力的来拨款650亿美元 算一算大概1.9兆的台币 来帮忙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但是大家都说了 你是不是压上全部的身家 来配合美国呢 甚至有网友就怒轰 我们又不是ATM 日本的网友就说 拜托你把税金花在日本的国民身上好不好 我们不是政府和美国的ATM 但是日本政府最近似乎跟美国呢 可以说是很紧密的合作 包含了像是美日的联合演训 还有6月19到24美日澳实践举行的联合军事演练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宣布跟英国海军要来联合训练 跟英国美国都走得很近 那日本现在也希望加入了这个UKUS跟五眼联盟 那么香格里拉对话呢 日本首相也承诺会强化来保护印太 那么现在说他还要来提跟东协提升海上安保 三年内预计要支持20亿美元 哇 这样子的钱真的是不少 而且日本前首相在乌克兰战争后表示 现在安全担忧 是不是要来永和了呢 他们说到日本在国内不同地方储存了 这些稀有的元素达到9吨了 法国跟英国还存放了35吨 甚至浓缩又日本还有1.2吨 那么前首相安倍晋三说 日本部署而且共同运用美国的核武器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日本过去在这样子的电子产业 都是独步全球的 但是忠实就报道了 日本想重振晶片叶残酷的真相曝光 过去日本在半导体上 可以说是有一席的地位 在1980年前后一度市占率还超过美国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就在日美签署了日本 对日本这样比较不利的日美半导体协定之后 日本的半导体主导地位 就拱手让给了台湾 南韩甚至是中国大陆 那么现在讲到日本的例子 就想想台湾 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到美国去谈判 这个成效恐怕要到年底 军售清单来检验 美国常常以不对寸作战为理由 先后拒绝很多项的军售项目 我们这一次派出层级更高的 国安秘书长去 美国真的会卖面子吗 但是有人就认为了 这插手统帅权 这国安会是不是逾越了权力 不是这是统帅权是总统的事情吗 怎么国安会 现在跟国防部没有上下隶属的关系 他也不能指挥国防部 这样子的做法OK吗 总统府说报道未经查证荒谬至极 国防部也说说法无端并非事实 但是有人就认为了 这举动害台湾的国防更脆弱 专家说美国现在是极度迟钝 为什么呢 2019年的时候他说5050亿的军售 到现在还没有交的 大概还有4200多亿 这占了大概85% 到400枚的鱼叉 非但到2028年才会完成交付 甚至66架的F16C跟D 还有这些都要到2026年才会完成交付 感觉就是你要跟他买 还要等很久很久的时间 新型的布雷艇 有人就说是不是投古董的水雷 美国的媒体说似乎疑似是用百年前的 MK6来阻挡解放军 当然了台湾的有一些 这个海军司令部的专家就说了 美国媒体看到是比较老旧的部分 其实国军有比较新的水雷 但是碍于机密不能公布 我们就来看 这一回日本站队到日本 到美国这一队方面去的话 愿老师您觉得 怎么看这个日本现在 为什么有这么动作这么积极呢 这个从目前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 这个岸田文雄的做法 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惊讶 不但在外面当凯子 然后完全不敢国内的民意的反应 日本现在是骨灰在三杀 尤其是日本的债券 你知道日本的国债欠在 欠自己老百姓钱 GDP的百分之二百二十几 二百三了搞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前一阵子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吧 还熔断两次 就是债券的标售的比例 那么这个的话 已经凸显日本本身 再加上日元的大幅度贬值 日元去年还是避险货币 今年成了大家嘲笑货币 那是开玩笑 所以我告诉大家 日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日本现在的荒唐事情 就是在G7的时候 忍受了一切的侮辱 你今天这张照片 还看得到暗中文雄 上次我看到照片的话 连眼睛都看不到 根本都不见了 根本都不见了 然后人家那个 没事干去参加的欧盟代表 叫做Louis Michel 他原来是比利时的总理 只是还肥肥大大站在那里 暗天文雄完全被 英国那个很胖的总理 叫Boris Johnson 被强盛挡住了 为什么日本要受这么大的侮辱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日本本身来讲 是非常非常爱国的 日本人非常爱国 不管是暗天文雄也好 安倍介绍也好 我们每一个人在台湾的人 多多找找对日本都了解 大部分人都去过日本 日本人很爱国 日本的话 法西斯精神不死 日本的军国主义精神的话 日本每一次 我在读书的时候 想到三老游记夫写的 那个金格式 他在组织那个顿制会 一次威胁国会不成 全部重新军事化 回去马上切腹 我跟你讲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三老游记夫的自杀 给我的震撼 连我这样子的一个仇日分子 都震撼到如此 所有我认得的日本人 都极其爱国 今天安宁文雄做的事情 就是你后来在底下讲的 他本来就是四方会谈 然后奥库斯的话 奥库斯干什么 奥库斯最大的特色是 把澳洲建立成 拥有核能潜见的国家 马上就变成国家 美国制 那个非扩散条约不顾 然后五眼联盟当做什么呢 五眼联盟根本就是 阿克勒萨克斯的 人家日本人长得又不像 能力又不行 愿意出钱 愿意被歧视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拥有核武器 你这样一听就懂了 因为日本人本身发觉 在二次大战期间的话 如果不是说这偷袭声 如果导致那个被打得很惨 其实日本人应该非常恨美国人的 因为美国人在日本的话 简直是残酷的暴虐 就是打杀死三十万人 伤死三十万人的这种大爆炸 上百次 那个李梅将军的 那个整个用燃烧弹 发明了燃烧弹 各式各样燃烧弹的气体 讲起来我每次看到 都是异常的兴奋 不 我这时候感觉上还是蛮难过的 人道主义的危机的发生 那日本今天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的军国主义之心 在恢复之前 先取得核武器 所以他忍气吞声 日本人都了解 我告诉你 日本人是假 我们不要说ATM什么 说说而已了 因为实际上 韩国也在这样想 但是韩国面对的威胁就比较大 日本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是日本人的想法 所以你要问我说 为什么安全文雄会做这种人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原因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兵哥 你怎么看 尤其是过去日本 其实在半导体的产业上 它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就是因为 签了这样子的条约之后 他反而把这半导体的龙头拱手 让给了包括台湾 韩韩跟大陆 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 那个不叫拱手让出 那个是被美国人逼着让出的 因为本来美国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 那后来日本激起直追 因为美国都是 民间企业一个一个做 那日本是集合他们大企业 统筹然后政府出资 然后一起这样干 所以很快在1980年代初期 就超越美国 然后市场占了超过50%以上 那结果美国发展情况不对 然后本来一开始想要跟 结果跟不上 跟不上这个就是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 然后就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 名词出身了 国家安全出现 他其实现在对付 中国大陆的那一招 当年全部用在日本身上 他直接跟日本谈协议 怎么谈的你知道吗 你日本不要啰嗦 你自己国内的市场你要让20%出来 他直接这样 你国内市场让20%给我 直接要求对方开放市场 而且规定份额 然后第二个 你日本输到我美国的半導体 我跟你抽100%的关税 我就直接这样掐死你 然后日本没办法 因为日本整个国家被人家宰治 正常这种上权辱国 在我看来这个 你签这个合约跟乌克兰 就把乌冬割掉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可是日本被迫只能签 那签完之后 美国还更毒的一招 他怕日本慢慢慢慢又起来 他马上引进韩国 叫韩国来做这个东西 就压着你 因为韩国比日本更便宜 所以我来搞这个东西的时候 韩国的大量生产 就让日本从此以后再滴润 一蹶不振 就是这样子而已 美国就这样搞了 他当年怎么对付日本 现在怎么对付中国大陆 我觉得他现在又把对付日本那招 拿来对付台湾 你看他现在对台积电不是也差不多了 就要求你叫我们把工厂签过去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那你日本吃了这么几十年的亏 到现在还要帮人家跑腿 那个六千亿 昨天我们还在笑 你G7这些国家根本 你每个国家冲棚都乱七八糟 然后你还说你要拿六千亿出来 见鬼你拿来的钱 就日本真的傻傻要干 你还真的要拿钱出来 而且还比人家还多 六百五十亿 你是干什么 你日本现在很有钱吗 日币现在那个 他那个已经跌到已经 我觉得他们的经济都很危险了 结果你还要做这种事情 你做下去之后 就好像刚刚院教授讲的 你又不是安格鲁萨克训人 人家阿克拉斯也好 五眼联盟也好 那是安格鲁萨克训人限定 你一个长得黑头发黄皮肤的 你去跟人家挤什么 你挤去人家也不会理你 你大概唯一能够做到 就是负责出钱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喜欢当这种冤大头吗 这样对你日本的国内 到底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真的不懂 而且现在安倍他们 还一直在讲说 要核武器要核武器 我跟你讲核武器 不只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会有激烈反应而已 你知道谁反应最深刻吗 韩国一定要超级激烈的反应 南北韩都会 南北韩一定跟你翻了 我跟你绝对不骗你 然后亚洲这些 过去曾经被日本侵略的国家 也会反对 除了我们台湾不反对之外 你说哪一个不会反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日本真的不要痴心妄想 美国人给你的任务就是 你要负责出钱乖乖听话 刚看门口 你想要爬上来跟主人做同桌吃饭 你下辈子再说吧 施老师你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日本这样战队的情形 那么刚刚韩命哥也有分析 那你觉得台湾可以怎么样 来做借敬 我还是想一下日本这个部分 就是说日本从19世纪中 就是开始就被美国吃了死死的 那包括那个时候 刚好是二世鸦片战争的时候 然后美国就说你看 如果你不赶快签了这个条约的话 马上那些英法马上军队就过来 然后这签了就是上权入国 不平等条约 然后马上其他的英国 法国 俄国 荷兰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日本差不多19世纪末开始到现在 就是美国用来对付俄罗斯 跟对付中国的马前卒而已 甚至就是给他送给韩国的 同样的我们看到战后 因为美国占领过日本 所以日本人看到 坦白讲看到美国是立正战好了 听他英文会刺你知道吗 唯一的大概比较不怕就是安倍 但是安倍的时候他一直要正常化 就是要有核武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还是被川普气得生政治病 所以现在新的一个 好像出来这个首相就说 大哥有事 小弟待老 人家做酒头狗狗 人家是不信任你 坦白讲如果今天有 美国真的信任日本的话 今天早就已经 我们在这边就是所谓北亚 北约的这个亚洲版 他就不信任日本人 他说你只能当我的马前卒 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且我说日本人狗狗 我怎样这样讲 其实日本人很认真很认真 坦白讲做得要死了 但是他们那些 美国就把他押下去 就是不让你大起来 不需要让你大含 所以我讲说 台湾基本上很简单 但是问题就这样子 你只要棋头关本棋 你只要美国关日本 日本关台湾 台湾人看日本人立正站好 日本看到美国立正站好 我们就看美国人 插到要死了 所以你看刚才买武器那些东西 美国人是这样子 你不能杀架还不行 买什么奥会你不知道 不高兴 换了总统 我要换来换去 你还不对称是什么东西 弄半天就是把我们国防部的 那什么东西换下来 有什么好说的 不听话 所以你看讲得好听 好像说没有 没什么事的样子 其实就是坦白讲 就是英系的人跟姓超人在斗争 然后外交部长跟国防部在斗争 所以找一个国安会 国安会的秘书长去的是合体制吗 不重要 他是自己人 因为反正那个位置就是小英在做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再带您继续讨论